创意比赛近在运通 全国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下午的三观破证 大盘的回档它其实还没有结束 如果我这么讲好了 如果说你不急于说现在买了马上你又能够赚钱的话 当然可以趁压回的时候可以开始做好这个布局 但是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 有些股票能碰有些股票它是不能碰的 特别是那些涨多了是这几天开始补跌的股票 这些股票特别的留意 当然今天我们也发现到今天像比如说制药 像少数的制药股也没有所有的生计股都长了 就是这么少数那几只 还有部分的钢铁股今天表现还不错 当然就像我之前有跟他讲过了 今天盘中因为目前大盘的量 它并还没有完全的落点 所以你们就可以发现到就是说今天涨的这些 比如说不管是制药类股 或者是像钢铁类股 它们其实对大盘指数的影响并不会说非常的明显 比较有指数比较有影响的还是在这些全指股 就像我今天早上跟他聊过联发科 今天早上节目如果你有看的话 不管你没有看 我针对联发科的部分我也可以简单的跟他说一下 就是说它毕竟是领先大盘落底 领先大盘创新高 那现在大盘还没有压回破季线之前 现在目前联发科压回季线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严格讲起来IC设计 是目前回档来讲最弱的股票 这导致为什么指数会有点涨不动 因为毕竟IC设计的股票比较多 它是一个很大的群体 尤其像联发科这种重量级的股票 它只要稍微指数一压回 当然了对指数就会有所影响 那当然除了联发科之外 我们可以看到 像这个以比较弹圈子 像台积电来讲的话 早上我有跟大家提到 因为它还没有 它不像联发科 它不像联发科已经压回到季线 它反而撑在这边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你们不要以为它没有撤回到季线 就以为它不会下来 它还是会下来的 它还是要做一个比较完整的什么 ABC波的回撤 来交代这一波行情的结束 等到这些大概都已经完成之后 也许大盘要稍微忍耐一下 可能还是要忍耐它压回到1万4 我这边先跟大家做个提醒 先跟你们做个提醒 但是我要这边提醒大家 通常大盘回撤到一个重要的支撑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个检视主流最好的时候了 那到底是什么样是比较明显的主流 我个人的看法应该不会是今天 你看到那些长的什么生机类股 这好似是钢铁股 这不会是主流的 因为它们不占全值 就指数的概念 我这么讲好了 如果你今天是比较重指数的来讲的话 全值股的价文量说 它对后面的行情 它才是比较有一些帮助的 所以你现在去看那一些 当然你说玩玩短线 就像上标讲 你玩玩钢铁我没意见 你要玩玩生机股我没意见 但是要记得见好就收 因为慢慢它会产生分歧 就像这一波 大家应该也发现到 我从这个大盘充 1万12629大涨到1万1512 涨了2500年的过程中 并不是所有的IC设计都涨好 你看像这种就没什么涨 是不是 就没有什么涨 你说对人对没中心 它如何成为主流 我没有要贬低金豪克的意思 我只是给他做个比较 就说人家涨 它也涨 但是有些股票的涨法 我们随便做个比较好 你看以资源来讲 好歹还可以突破半年线 对不对 它是到了半年线之后 预压它才开始回撤的 但是你看 以金豪克来讲连碰都碰不到 那你看当大盘一不好的时候 你看它回党的速度 几乎要破前低了 大家有没有看到 又要回来回撤前低了 这种股票非常的多 我就不再去一档一档去讲 像伪权店这些也是一样 这就是在行情不好 我跟你讲 大盘在涨的时候 其实很难做一种所谓的比较 就比如说你现在肚子好饿 什么东西都好吃到底是一样 我都不够压 我跟他说 什么塞到你嘴巴里都是美味 你很难去吃得出 到底这些食物的一些特殊性 因为你饿坏了 可是等到你吃饱的时候 比如说你现在已经有七八分饱 当你还想要再吃点东西的时候 我相信后面你在品尝的时候 你就可以很明显地吃得出来 这个东西的味道好或不好 它其实就很容易可以分辨得出来 所以说以这一波的 我们讲IC设计就好了 就是有这样子的味道 它并不是所有的股票全部都大涨 好一点的 你看像这个叫宏观 稍微强一点点的 你看像宏观 它还可以突破年限再压回 这算是比较强一点点的 它强一点点 或者是像这个细微一样 我们看到这种都是算比较强一点的 当然还有更强的像这一种 你看还可以过千高的 还可以创历史新高的 当然这绝对是少数中的少数 这就是一种主力的手法 我借由特定拉抬某些股票 企图营造出一副多头强功的样子 但是它的目的 有可能是要掩护其他股票的出货 这种本来就是主力比较惯用 我们在市场久了 比较常看到的手法 所以说当然因为现在毕竟大盘 是呈现拉回的情况 所以我这边先给他做个提醒 我做个提醒就是说 反正盘它还没有落档结束 为什么没有 因为量 这肯定不会是底部量的 这绝对不会是 你说2000亿就是落底的量 这绝对不会是的 即使今天涨 我都觉得这不是在落底 这肯定还是虚晃一招 还是虚晃一招 所以说记得自己追高要小心一点 当然这一波 我今天大家看了一下 今天当然跌的股票也蛮多的 但是有个类股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你看打个比方来讲 你看现在这家宏大 虽然我们没有买这种股票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 为什么这个宏大今天 这两天跌得这么惨 因为它根本 这一波来讲 它根本完全能跌都没有跌到 你看从今天8月份 大盘的这个低点这边开始一路上来 虽然大盘到9月底10月底的时候 9月底10月初的时候 是不是还有破底 它也没破底 大盘一涨的时候 你看它反而涨得更凶 你看这个比方反而是在这两天 是最弱的 还有什么8227的什么巨油 虽然这比较非主流的股票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 这两天压回最弱的股票 就是这个巨油 还有我已经获利出清的东哥游庭 你看这个也是 这一波来讲你看 大涨小完之后再创新高 然后现在压回 再压回 我记得我之前有跟他提到 有人给我留言 在我们粉丝专业留言 他说 他觉得我东哥卖得太早 对 我也认为我卖得太早 但是我说过做股票 我不追求极致 我不会去执着说 一定非得要卖那个最高点 万一你卖得太早 你又创新又追回来 那是不是件很傻的事情 就是说我们在做股票就这样 就是把最好赚的那一段 赚到了 不要把人要爱好一点 所以你看 以我来讲的话 你看我虽然很少跟他聊东哥游庭 但是我只要跟他讲就是说 像不管是东哥游庭或其他的股票 我所有的股票都是维持一个什么 买在起账点的坚持 东哥游庭也是最好的例子 太多了 我如果今天把所有我在节目上提过的股票 有买过的股票 如果做个总整理给大家看的话 我可以很自豪地告诉大家 每期都是买到起账点 真的 没档了 是这样吗 你看东哥游庭 我们没有坐在最低点 但是我们是买在什么 刚好起账点 你看一下 11月15号256258买进 没错吧 然后一直到12月6号获利出清 我也没卖在最高点 我卖在330 卖在330 以东哥游庭来讲的话 以小波段的价差赚74块 报酬率大概三成 这还不含有当冲的部分 因为中间还有做了两笔当冲 这个我就都没有把它算进去 都没有把它算进去 那你看12月6号把东哥游庭卖掉完之后 你看我也没卖在最高点了 卖完之后我问大家好 东哥游庭是不是先拉回又稍微上去 最高还拉到多少 344看起来好像卖早了 对不对 我怎么要纠正大家这个观念 就算你真的很有本事可以卖在344 我相信当你看到这个价格的时候 你也不见得会卖 但是你要去思考有人去追在344 否则为什么会有这个价格 那你说我们卖在330跟卖在344 对好像感觉少赚10块钱 刚不差 我不觉得有差 你看一下今天东哥又挺身多少 283 你信不信有人看到344他一定不卖的 甚至有可能报到今天 你看今天一张都大亏快5万块了 有意义吗 本来是赚了股票做到变赔的就是这样 偷鸡不找 你可能想说反正后面还会涨 对不对 我就在偷一下鸡可能我买在320 330 你可能想说赌他会到360 370 就没想到趴下来我告诉你 偷鸡不找凸更多赔更多 他这样了解到 有些股票他一旦涨多完之后 开始进入震荡盘整 要不就盘头盘底 在盘头跟盘底本来就是最难操作 那你这个时候你才跳进去 那你今天亏钱怪谁只能怪自己 但是如果你今天相信我告诉你的 坚持买在起账点的话 我相信不管是东哥邮庭 任何一档股票都是一样 对不对 你们自己看吧 这是公开分享操作的 这不过也没看薄啊 是不是买在起账点26 258 对不对 是不是卖在11月6号330 定价出清 对不对 我操作都是有凭有据的嘛 就好比说 也有人给我留言联勇的部分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他们那么执着 我就跟他讲说反正我已经卖了啦 我也懒得再讲那么多 你看联勇也是一样啊 是不是还没大涨之前 是不是也是要买在起账点 有没有看到这是11月7号的截图嘛 对不对 虽然我没有从最低点这边做起啊 但是你看这边的布局卡位 是不是刚刚买在起账点 买得有水还是没水 你看11月4号23 25 没错吧 然后呢什么时候出清的 你看一下11月18号 这算最短小短波啦 我再313块持股全速获利出清 11月18号 价差70块就跟东哥差不多 报酬率也差不多 也差不多 那你看我们讲联勇就好了 虽然他还没有出现明显的回档 但是我问头这边好了 你说我卖在11月18号 买在家啦 那你看我卖掉完之后 他就在那边盘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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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涨 有耶 感觉起来好像又少赚了 对不对 问题是你光这半个月 你的成本浪费在这里啊 有没有看到 因为整整半个月 大概就在290 300块在那边整理整理整理 有什么意义呢 然后你还觉得说 可能我卖错了卖早了 怎么 会吗 你们觉得会吗 你自己看 虽然连勇还没有出现 比较明显的回档 还没有出现明显的回档 不表情不会补跌 他已经有M头啦 还是要入来啦 搞不好喜欢做空的人 还可以去空连勇 所以今天 为什么我要拿这些 我已经卖掉的股票来跟大家聊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最好比说你看 这个一粒店也是一样 因为有些股票 我是公开在节目上讲的 并不是说粉丝团讲的 像刚刚东哥油田连勇 都是在节目上直接告诉你 我要买连勇了 我要买东哥油田 一粒店也是啊 那时候我在节目上公开一粒店的时候 哇很多人很反应很热烈 为什么 总算找到一档一百块以下的股票来分享给我们 因为你看我们看东哥 哇一粒二十几万 连勇一粒二十几万 真的不是穷人可以玩得起的 总算分享到一粒店比较便宜的七十几块 同理可证啊 是不是买在起账点 虽然措施已经不是从最低点做起来的 但是我觉得他进入整理完之后 如果有机会再攻 这里也算是一个小波段的起账点 还是可以买 所以你看你一粒店来讲的话 你看东粒买多少 七十六七十六块半 有没有看到买的价反量说 卖在哪里呢 卖在十二月一号 这是加码的 一直到十二月二号 八十四块全速获利出清 两笔单价差赚十四块 十八%没多 真的 这一波来讲算赚的少的 具体是最少的 你看我们今天是在十二月二号卖掉的 我们看一下十二月二号在哪里 十二月二在这边 后来最高还涨到多少 八十八 感觉起来阿卓士好笨哦 你又少赚四块钱了 我真的很笨吗 请你用眼睛看大一点好不好 真的很笨吗 今天升七十二 你八十四块不买 今天存七十二 倒了一万几块 就算你有本事跟我买在起账点好了 你现在也变赔的 那更不要说有人去追高的 这个股票很热门 前一阵子很多老师在喊 我大概可以顾得出来 那些喊一定的老师成本一定是八十几块 不要搞好笨 因为你们说后面才喊的嘛 你怎么可能成本买到像我这么低 少骗了啦 一定都是八十几块 那你看我问你 你八十几 当初买八十几块 不管买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的 你觉得他现在讨到甜头吗 不要搞好笨了啦 真的啦 这个行业我也不是做第一天的 我怎么会不知道 我不是第一天当老师的 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理解到吧 买在起账点固然是一个远大的理想跟梦想 但是如果可以卖得漂亮 当然能卖在最高点是做股票的最高境界 买最低卖最高神乎奇迹 对不对 就像我们看梅西踢球一样 哇神乎奇迹那种感觉 但是有多少人都成为梅西呢 对不对 我有自问我不行 但是我们把最好赚的那一段 该赚的那一段 赚到口袋里来 我跟你讲我就赢人家很多了啦 你信不信现在还有那个讨论一粒店吗 绝对没有的啦 谁敢讨论 套牢都套死啊 讨论有什么好讨论的 你说连勇买的老师不多 那就算了 喊东哥的人不多 一定很多老师要喊 赔屁股都不讲而已 大家了解了吧 所以会要买股票的 那只是学生而已 如何卖在别人看好的时候 这才是高章 这才是高章 大家懂了吧 好了 等一下回头来聊一下 这个其他的个股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陈斗铺2022 超级众年庆 隆重登场 感谢会员一路相挺 你听我 我更挺你 感恩大回馈 错过今天 再等一年 刷三线 02 2752 5868 2752 5868 陈东斗铺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 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迎命主轴 第三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精选持股 持股其中 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陈东斗铺 拥有股票 奇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陈东斗铺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陈东斗 2022 超级旧年纪 隆重登场 感谢会员一路相挺 你听我 我更挺你 感恩大回馈 错过今天 再等一年 刷三线 02 2752 5868 752 5868 当国民法官 开庭得跟公司请假 但是我还在试用期 怎么办啊 不用担心了 按规定你担任国民法官 老板应该给你工匠 而且不得秋后算账 好想有这项规定 按啊 吴总 你告诉我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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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关 希望你一起参与 好 这两天我想最弱的族群 就是载版三雄 哇 你看今天 大盘涨一百多点啊 你看南电还是在跌的 纤星也是在跌 哇 景硕也是在跌 照理讲 今天大盘涨 我应该把钢铁股 这些比较热门的股票 拿来讲一讲 应该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 但是我今天不想这么做 胜意也是要做 但是我想要给大家 另外一种不同的思维 给大家做个参考 我问大家好 景硕 目前前三季累积12.83 第四季我们知道 它稍微衰退 但是我个人的看法 维持15块应该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我们平均嘛 前三季平均一季就4块4块4块来讲的话 第三季稍微 第四季让它少一点点 给你减1块好不好 大概可以维持在15块左右 好了 我们就用前三季去看就好了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好了 前三季赚了12.83 你看我这边也写嘛 淡季需求疲软营收双降 意思就是说它第四季公布的财报 肯定是不会太好的 目前扎班产能已经见底 懂吗 意思就是说已经坠坏的情况已经过了 已经过了 所以你看为什么它会反弹这一波 其实就在反映这个产能已经见底了 最坏的情况已经过了 那为什么它还是会跌 为什么还是会跌 因为涨多了嘛 就要比如说为什么美国要升息 因为通膨嘛 就是一样的道理嘛 很多事情都一体两面了嘛 那为什么会有通膨 因为无耳战争打仗嘛 所以很多 你要知道很多金融市场 它其实它是盘根错节 它其实就是一个牵一个的 直接看结你知道吗 黄金为什么会涨 原油会跌 为什么原油再跌 为什么又有大涨黄金会下来 它其实就是有一个相辅相成 当它这个惯性一旦被打坏的时候 整个金融市场会出现大乱 就是会变乱的时候 就会出现金融风暴 所以它一定有一些脉络可循 这是金融市场它迷人的地方 好吃又好玩 好吃又好玩 好 那我现在问大家好了 前三季赚了12.83 今天最低只剩103 你们不觉得 本益比不到十倍 我相信吗 当然本益比不是我们今天去买股票 的一个绝对的参考 但是我相信 以一间这么会赚钱的公司来讲的话 你看来 我随便抓一只 我们就看东哥就好了 你看 东哥游艇前三季 赚15.27 看起来很赚对不对 你看它赚15.27 可是股价你看 我当初截图的时候 以15.27来看的话 它股价是多少 股价在260之间 你们看到 253 260 我们算260就好了 赚15块可是股价是多少 200几块 我问你 请问是东哥太贵了 还是紧缩太便宜的 联勇也是 你看当初我在抓联勇的时候 你看 你看前三季 39.32 这高探紧 可是人家股价是200多 请问是联勇太便宜 还是东哥太便宜 不对 是联勇太便宜 还是东哥太贵了 我觉得当然 因为不同的产业 不能用这种方式去做比较 没说白 对不对 人家东哥游艇 就是吓吓叫 这个游艇订单 您就接到 2025 2026年了 不可以这样比较 因为它毛利也比较高 但是我觉得电子股 它一定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比价效应 我今天为什么只跟他聊紧缩 因为他比较股价是最低的 我为什么不跟你们聊南电 当然你买得起南电的人 你可以去比较南电 只是我今天想要透过紧缩 只是要告诉大家 我昨天本来就要 我昨天节目上就跟他聊到紧缩 所以这个土是接到昨天了 不好意思 本来应该是改今天 但是我就以昨天来讲 我只要提醒大家 我们就一个所谓的股价 本益比的概念去做比较的话 我觉得给大家一个方向 你现在要去追逐那些涨多的 我认为是不知之举 反而应该这一些 基本面获利公司良好的 它现在压回 应该要一种减便宜的心 当然我不能说一定是会买它一个最便宜的点 但是真的不视为一个减便宜的好机会 人气我取 当大家现在唱衰宅版三雄的时候 我倒觉得这真的是一个不错的好机会 给大家做个提醒 那有兴趣的投资表 当然可以跟上做法师的脚步 好不好 当然我这一波不会只操作 宅版三雄 还有其他爱惜世界的股票 没人在跟他聊 我已经这两天压回 已经慢慢陆陆续续地在布局一些新的标的 在开始挑选新的标的 那因为这两天宅版三雄比较弱 就先从最弱的压回到很低的价格的先下手 这就是我操作风格 也是我的行性 也希望可以得到你的认同 有任何不了解不清楚的地方 都可以欢迎跟我们线上的助理 进行联系 节目之后预出所有的投资朋友 操作树立 我们明天见 这些时刻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接住 口里 谁 僵尸 去哪里 去试试 做什么 吃鸭血 找 找到长 不然是什么 你说 你 看牙医 错 炒大厂 这不是 炒大厂 你为了吗 精力充沛 你怎么知道 我每天都马在炸鬼 咖啡 保力达 蛮牛 5-2-5-8-6-8-2-7-5-2-5-8-6-8 成东斗铺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成东斗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成东斗铺 值得托付 022-2752-5868 2752-5868 订阅台股好事多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一记在手 走到哪儿 看到哪儿 YouTube每周产业分析 专业分析师 为您解析 扫描QR Code 订阅台股好事多 任何您